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和大家深度分析一下这件宝藏作品 它到底美在哪里 贵在哪里 从一幅画开始 谈谈古典大师这个被低估的收藏领域 为新手藏家们梳理一条亲切友好的收藏指南 古典新藏这个概念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并不陌生 当经历百年的传世佳作走进当代视野 跨越时空的艺术情缘就此开始 古典大师Old Masters这个领域指的是 1200至1850年间的欧洲绘画和素描 它区别于包括雕塑 家具 瓷器等在内的装饰艺术 Decorative Arts 但这并不影响很多艺术机构将这两者一起收藏和展出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巅峰剧作之一 这幅由波提切利创作的手持圆形圣像的年轻男子 比达芬奇的传世名画《孟娜丽莎》还要早个几十年 是他在15世纪下半叶所绘的极具代表性和创新思维的人物肖像 说起波提切利 你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他的另外两件作品《春》和维纳斯的诞生 柔美的线条 考究的透视和优雅的整体构图 启发了人类对于爱和美的认知 当然 他的才华远不止于此 除了神话题材 他也精通于宗教化和肖像化 可以这么说 波提切利在年少时就已经展现出自身非凡的艺术才华 在世时就极富盛名 受到名门望族如美帝奇家族的追目 手上也接了很多大case 让我们回到画作手持原型圣像的年轻男子 聊聊他的独到之处和价值所在 在古典大师这个收藏领域 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因素会影响艺术品的价格 也构成了鉴赏一件作品的黄金准则 它们分别是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谈谈出处 稀有度和作品题材 显赫的出处 无疑呢会让这件肖像画的含金量更高 据记载 这幅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首次被记录在威尔士卡纳风郡的纽伯勒勋爵的家族收藏中 并被认为是他的祖先纽伯勒第一勋爵在托斯卡纳居住时第一次得到的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这幅画像通过伦敦的一位艺术交易商转售给了一位私人藏家 而这位藏家的继承人在1982年的一场拍卖会上以81万英镑的价格将他卖给了现在的主人 也就是亿万富翁谢尔顿·索洛 此后这件作品曾长期借展于伦敦国家美术馆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重要艺术机构 也成为了众多艺术历史文献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再来说说稀有度 Rarity 虽然波提切利创作过不少肖像画 却仅有十几幅流传至今 且几乎都被著名的博物馆收藏 奉为正馆之宝 一般来说在动荡或非常时期 稀有的国宝级的珍藏很少会被送上拍卖场 且不用说比起其他领域更为稀有的古典大师珍品了 这次在二级市场上的亮相可谓是不走寻常路 也必然会在艺术界掀起层层巨浪 关于作品题材Subject 我们可以结合波提切利的创作风格和构图 来做一个简单的视觉分析 在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 社会名人的肖像画被视为高雅艺术 也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尽管画中人物的身份尚不清楚 但有人猜测 这位俊美的男子很可能是 乔瓦尼迪皮尔弗朗西斯科德美蒂奇 他的兄弟洛佐伦是波提切利的重要赞助人之一 我们之前提到过 波提切利的肖像画是具有创新思维和实验精神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看看细节 年轻男子的面容精致 薄紧修长 左姿典雅 是文艺复兴之美的理想画身 波提切利打破早期文艺复兴肖像画的标准惯例 让画中人以四分之三侧面直视观者 而不是以正侧面凝视画外 使他与观者的距离拉近 显得更为生动 要知道这种创新的侧面画法 直到1740年前后都未曾在佛罗伦萨流行 而艺术家本人早已经使用多次了 画面中男子的金棕色头发中分 刘海修剪的较短 很好地勾勒出面部轮廓 他的发尾垂落在后颈上 在增添了人物立体感的同时 也完美体现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流行造型 男子身后有一扇窗户 其色彩平面的配置简约速裂 乃至高度抽象 即使以21世纪的眼光来看 也极具现代感 他的衣着简单优雅 一斤有条不纹的紧扣着 仅在博颈处露出一小节白衫衣领 深色外衣看似朴实无华 实则做工用料皆考究 符合上流社会年轻人的身份 讲到这儿 你肯定也关注到了作品中的画中画 波提切莉特意在肖像中加入这幅圆形圣像 令作品带着虚空派的弦外之音 画家将真实鲜活的年轻男子和神情严肃的年迈圣人并致 暗喻生命脆弱 时光一世 再将目光下移 这幅作品通过将画中人物的一只手垂旋在窗台上 指缝间投出的阴影来发挥出三维效果 更进一步地拉近了画中人和观者的距离 暗示着画中人真正进入了我们所在的空间 可谓是打破了时空 创造出了远超于那个时代的审美和认知 正如苏福比官方对于此作的评价 手持原形圣像的年轻男子不只是一幅肖像画 更寄托了文艺复兴时期 在佛罗伦萨诞生的理想魅力和美的概念 波提切莉正是这股风潮的领航人 他摒弃传统人物造像方式 开创出全新画风 这幅肖像画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运动的象征 然而这精练的构图 别出新材的用色 干净利落的线条 却赋予它一种倦勇不衰的现代气息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想 古典大师真的不错 不过真的是惊人的鬼 动辄上千上亿 作为普通人我也就只能远观了 其实不然 我们刚刚谈到的呢都是头部作品 所以可能会带给你一种不太真实的距离感 但古典大师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贵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低估的宝藏领域 我们先来看看古典大师的整体市场状况 根据经济学家克莱尔·麦克安德鲁的2020年度 巴塞尔艺术展与瑞银集团环球艺术市场报告 古典大师绘画无论是售出的数量还是价格 都在过去十年中持续下滑 2019年古典大师绘画在纯艺术拍卖市场上的份额只有7% 是占比最小的纯艺门类 当然这可不是全部 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 再加上各大拍卖行不定期举办的私人销售会和跨门类拍卖 将不同领域和时期的作品混搭销售 越来越多的新藏家开始接触到这个领域 苏富比西洋古典油画部主管安德鲁弗雷彻这样说道 假如15年前有人问我谁会收藏古典大师绘画 我会说50岁以上的西欧和北美藏家 如今藏家群体正稳步扩散到亚洲 北美中美洲以及南美 相比5年或10年前 35岁到50岁之间的藏家明显增多 根据伦敦的艺术分析公司ArtTactic发布的 2020年上半年全球拍卖回顾 古典艺术大师作品似乎是受 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最小的板块 它的网上销售额较2019年增长了785% 由此可见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品位的变化 古典大师领域也会继续自我调试 且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可能性 虽然古典大师绘画中有太多的精妙细微之处 无法通过屏幕传达 但是网络平台却是为其当下 甚至是未来长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对话起点 对于新手藏家来说 其实在5000到5万美金之间 就可以收到不错的古典大师作品了 很多状况良好的纸上作品 甚至在1000美金之内就可以收到 建议大家从可靠的渠道 比如大拍行 老牌画廊 或者是在专业艺术顾问的指导下 进行学习和构藏 在确立好自己的预算后不要轻易动摇 然后就可以开始考虑 你想收藏什么样的题材 比如人物肖像 风景画 镜物花卉等 如果你想要的是肖像 那么匿名的肖像 往往比确定对象的肖像 尤其是皇室肖像要便宜 而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 往往比一个严肃的中年男子画像 要更贵一些 许多收藏家都被风景所吸引 那么你要知道 可识别的风景 比如说万神殿 往往比想象中的风景含金量更高 考虑完题材 再来说说艺术家知名度 虽然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 往往以高价出售 但事实上 不太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也可能具有极高的价值 我会建议你购买 你能找到的 不太出名的艺术家的最好的作品 而不是著名艺术家的平庸之作 这也和艺术家职业生涯中的 创作时期有关 有黄青期 也有分水岭 如果一件作品曾被重要的文献引用 或是获得了业内专家的肯定 亦或是有优质的展览履历 明确的出处和收藏历史 这都是非常好的加分项 能为作品增值不少 作品的物理状况也是关注要点 建议大家在购买前 认真阅读它的状况报告 也就是它的condition report 值得一提的是 有时候一副乍看起来有点破旧的话 其实要比一副看起来完好无损的话 保存的更好 比如说如果一件作品又黑又脏 这表明它很久没有被修复和处理过 这通常来说是一件好事 你可能只是看到了一层泛黄的青漆 它很容易就能被去掉 露出下面作品的真实颜色 相比之下 一副看起来明亮干净的画作 在紫外线照射下 可能会被发现过度清洁和大量修饰的痕迹 从而降低了它的价值 不要被作品表面的小裂纹吓到 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往往是因为颜料中所含油分逐步降低的原因 就像是长者的皱纹一样 是时光的印记和见证 最后来谈谈作品的真伪问题 我在之前的视频《告别艳品优雅入场》中提到过 真假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是一个相对更接近真或相对更接近假的程度问题 当我们说某件作品是真的 是指其真实率或许达到了90%以上而趋近于真 目前常见的鉴定方法有专家鉴定和科学鉴定 如今的艺术品市场 在经历了疫情的冲击后 可以说是滤掉了层层杂志和泡沫 呈现出更多选择 其中不乏精品名作 市场在定价方面也更为合理 而谨慎的藏家们言习有道 谨慎出牌 2017年 达芬奇的救世主在19分钟内 狂飙到4点多亿美元 三年后 波提切莉的肖像画隆重登场 是否能够再创天价呢 我们月底见分享 好了 关于波提切莉即将上拍的名作鉴赏 和古典大师收藏入门 就先说到这里 能分享的还有很多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见